那这一次呢 我希望和弟兄姊妹 来分享 科西玛尼园的基督 这样的一个题目 2009年2月 在一次胜利之礼中啊 我们一行人来到橄榄山 科西玛尼园 当时人很多 但是园中呢 还是非常的安静 因为来参观的呢 基本上都是基督徒 大家可能和我们心情一样吧 也是对福音书中所描绘的 橄榄山上的科西玛尼园呢 心向往之 希望到这个地方呢 寻访我们主耶稣的教宗 表达对主的崇敬之情 那在园中啊 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那些上了年纪的橄榄树 他们如果是当年的橄榄树啊 那么他们就应该是见过 让我们用这个迷人化的手法吧 说他应该见过 见过圆中 尝到圆中休息的 祷告的主耶稣基督 那面对这些历史的橄榄树 我当时啊 最想问他们的问题 就是主耶稣 当日是在科西玛尼园的 什么地方 伏伏 伏伏在地 向天父祷告 那当然 这些书是不会回答 我们这些问题的 于是我意识到啊 主在园中 何处祷告 并不是问题的关键 关键是福音书中 所描述的 这个科西玛尼园的祷告场景 到底意味着什么 经过这么多年的思考 寻求 我能找到的答案呢 还是在 还是在圣经里 还是在圣经里 圣经所能告诉我们的 就是在科西玛尼园中 那位心里甚是忧伤 几乎要死的神之子 借着祷告 最后一次在父面前 确认十字架 是父不可改变的旨意 并表达了自己对神旨意的 一种绝对顺服的态度 所以呢 我们这一次的信息呀 希望能从几个方面 来思考科西玛尼园中的基督 第一点呢 我们要去思想 科西玛尼园在神救恩中的 这样的一个地位 救恩计划中的地位 也就是神救恩计划中的 科西玛尼园 第二点呢 就是科西玛尼园中的基督 他是惊恐还是忧伤 这是个大问题 第三点呢 主在祷告中说到 那时候和这杯 那时候和这杯 在经文中到底是什么意思 最后一点 我们希望去思考 主耶稣的科西玛尼园 与我们每一个人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 我们应该走进 我们自己的科西玛尼园 我们先看第一点 神救恩计划中的 科西玛尼园 科西玛尼 那这个地名呢 它的意思就是炸油之处 只出现在马太福音 二十六章的三十六节 马可福音的十四章的三十三节 路加福音只说 耶稣出来赵昌 往甘岚山去 二十二章的三十九节 没有提到科西玛尼园 约翰福音呢 在十八章的一节 只说到有一个园子 耶稣和门徒进去了 根据福音书呢 我们可以了解到 发生在科西玛尼园中的事件 是神救恩历史中的大事件 对这个事件 前三卷福音书 也就是通关福音 它的技术 虽然有细节上的不同 但却都是互相补充的 互相解释 互相说明的 这一点很重要 帮助我们了解 科西玛尼园的基督 特别是我们可以使用 这个圣经类比的史经原则 比较准确地认识 科西玛尼园中的耶稣基督 那第四卷福音书 也就是约翰福音 虽然没有记载 耶稣在科西玛尼园中的祷告 但是呢 记载了耶稣被捕的情形 事实上所有的福音书 都记录了耶稣的被捕 这个被捕和受审 是连接科西玛尼和各个他之间的桥梁 如果各个他十字架上的基督受死 和三日后的斯利复活 是身救恩计划的高峰 那么那位被钉十字架 从斯利复活的耶稣 正是在科西玛尼园里 做好了身心灵的最后的准备 关于科西玛尼园中的基督呢 历史历代有过不同的解释 早期的这个教父们呢 他们的评论主要集中在 耶稣的人性的软弱上 比如这个须说多摩 就认为在科西玛尼园中 耶稣是用人性的声音在说话 自然会在死亡面前退缩 就像我们一样 有一位叫这个厄利根的教父 他说这个基督里面 有些事情充满人性 与凡人的软弱没有什么不同 那到了宗教改革时期 马丁路德更是语出惊人 他认为在科西玛尼园中 基督对死亡的惧怕 比任何人都厉害 他说过 他说没有人像这个人那样 惧怕死亡 No one ever fear death A this man 这话说的是很厉害的 加尔文也是改教家 加尔文也表示 基督在科西玛尼园中 曾经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 他们的说法都集中在 耶稣对死亡的惧怕上 有一位现代世经学者 他的名字叫克兰菲 克兰菲 他认为耶稣面对死亡的心态 与犹太教和基督教 殉道着的喜乐勇敢 或者是苏格拉底的快乐宁静 形成了鲜明对比 他的意思是 面对死亡 这些异教的贤者 都比耶稣基督表现得 更快乐宁静 为基督信仰训道的人 都比基督更喜乐勇敢 那这一类的解释 还有很多 我们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 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呢 西索多摩也好 马丁路德 加尔文也好 现代的这个克兰菲 这些诗经学者也好 如此描述基督人性中的 这种惧怕死亡的软弱 所以啊 很容易造成基督论的硬伤 也就是说 让人以为基督耶稣 有道德上的缺陷 因为惧怕死亡呢 你知道在圣经里面 是一种 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 会对人们认识 可喜马尼园中的基督啊 产生一种误导 产生一种误导 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 不是出于稳妥的解经 而是人为的 把基督的人性解释的 过于丰富了 这个丰富是代引好的啊 因为有的解经家说 可喜马尼园中使基督的人 可喜马尼园使基督的人性经历 人性经历更丰富了 好像这样的解释 就丰富了基督的人性 所以不是这样的啊 事实上呢 一些古教父 或者改教家 马丁路德加尔文 都提出过 很好的解经原则 比如历史文法解经 已经解经 但遗憾的是 在对科西马尼园中基督的解释上 这些原则呀 都没有得到合理的应用 也就是说他们的解经 离开了自以文法 这都是他们自己主张的啊 离开了自以文法 特别是经文的上下文 做了一些出于人的猜测 与推论 因而夸大了 所谓的基督的软弱 圣经中 确实说过基督的软弱 格林多后书十三章四节 但这种软弱 绝对不是他人性中的软弱 耶稣基督是神性完全 人性亦完全的主 人性中的软弱呢 是道德层面的软弱 比如在我们的作为人 我们的人性中 最大的软弱 就是不得不屈服在 罪的诠释下 对死亡充满了恐惧 但在基督所取的人性中 绝对没有这一类的软弱 因此认为基督惧怕死亡 尤其是十字架上的 救赎性的死亡 绝非是出于圣经的启示 而是人把自己 对死亡的惧怕 强加于投射在 科西玛尼园中的基督身上了 事实上呢 整本圣经没有任何地方提及 或暗示基督惧怕死亡 相反 面对死亡 圣经让我们所看见的是 基督是定义上耶路撒冷气 面对死亡 基督是这样的一种心智 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一节 说的定义向耶路撒冷气 他将士为人 亲自成了血肉之体 特要借着死 败坏那长死权的 就是魔鬼 并要释放那些 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想一想看弟兄姊妹 一位救主 为拯救我们这些 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自己在科西玛尼园中 却成了比任何人都怕死的人 这样的解经原则 什么样的解经原则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呢 大家可以去思想 耶稣既有软弱 像圣经说的 耶稣因着他的软弱 既有软弱 那是什么样的软弱呢 圣经告诉我们 耶稣的软弱 只是因神成为人而有的软弱 他自觉地接受了人身体的限制 饿的时候要吃 渴的时候要喝 疲乏的时候要休息 更重要的是 他所取的肉身是软弱的 以至于可以被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保罗说 他因肉身 他因软弱而被钉在十字架上 这是林后 和林多后书十三章四节的话 若要还原科西玛尼园中基督的真貌 我们必须把福音书中的 科西玛尼园经文 照着字役文法上下文的事情原则 做细致的解读 并把科西玛尼园场景 放在整本圣经的背景中去看 背景中去看 第二点我们现在要看科西玛尼园中的基督 他是惊恐还是忧伤 这是个大问题 接下来 我们将以马可福音的 科西玛尼园经文为主 结合马太福音 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 并以整本圣经为背景 来思考科西玛尼园中的基督 马可福音 十四章的三十二到四十二节 他们来到一个地方 名叫科西玛尼 耶稣对门徒说 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 于是带着彼得雅各 约翰同去 中文和合本圣经这里说 就惊恐起来 极其难过 对他们说 我心里甚是忧伤 几乎要死 你们在这里等 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 他就稍往前走 呼呼在地 祷告说 倘若可行 便叫那时候过去 他说 阿爸 父啊 在你凡事都能 求你将这杯撤去 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 只要从你的意思 耶稣回来 见他们睡着了 就对彼得说 西门你睡觉吗 不能警醒片时吗 总要警醒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你们心灵固然愿意 肉体却软弱了 耶稣又去祷告 说的话 还是与先前一样 又来见他们睡着了 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 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第三次来对他们说 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 够了 时候到了 看了 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 起来 我们走吧 看了 那卖我的人尽了 基本上这段经文呢 以及其他福音书中的 克西马尼元经文 所描述的画面是 基督在极度忧伤的情况下 在父面前横切祷告 并在祷告中 表达了他对父旨意的顺服 那这段经文的背景是 主耶稣和门徒一起用了最后的晚餐 又设立了饼和杯 圣经说 他们吃的时候 耶稣拿起饼来 祝了福 就掰开 递给他们说 你们拿着吃 这是我的身体 又拿起杯来 祝谢了 递给他们 他们都喝了 耶稣说 这是我立约的血 为多人留出来 这是马可福音十四章 二十二到二十四节的话 而且在最后晚餐的前后 主又说到 他必要去世 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 马可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 也说到他的复活 这一点很重要 但我复活以后 要在你们 以先往加利利去 十四章二十八节的话 就是在 就是说在主耶稣 对他的死十分清楚 对他的复活 也绝对有把握的情况下 他和门徒来到了 科西玛尼园 圣经说 他们来到一个地方 名叫科西玛尼 耶稣对门徒说 你们坐在这里 等我祷告 马太福音 二十六章三十六节 说的是 等我到那边祷告 路加福音 二十二章四十节 则要求所有的门徒 你们要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说法有一些 有一点点不同 但是呢 祷告是经文的主题 主耶稣的祷告 是科西玛尼园中的 核心事件 因为主去 就是为了祷告 福音书多次 记载耶稣的祷告 几乎每一次 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 耶稣都以祷告 来到天父面前 来到天父面前 与天父说话 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 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一节 五章十六节 六章十二节 都记载了这些祷告事件 耶稣不仅自己祷告 也教导门徒祷告 马太福音六章六到九节 路加福音十一章一节 他也会带领几位 非常亲密的 比较亲密的门徒 上山去祷告 路加福音九章二十八节 而在科西玛尼园 耶稣仍然以这样的方式 对父神说话 只是这一次祷告 比以往的祷告 更加恳切与沉重 就其程度而言 可能仅次于十字架上的呼喊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起我 接下来 我们看到 马可这样描写 主带三位门徒 彼得 雅各 约翰 同去祷告的时候 耶稣就 这是和和本的翻译 就惊恐起来 极其难过 十四章的三十三节 那中文和和本 意作惊恐 惊恐的这个字 希腊文是 就是这个字 这是一个动词 在新约中 一共出现了四次 都在马可福音中 而且全部都是在 在主动意义的被动一派 那这个四次出现在 九章十五 十四章三十三 十六章的五节六节 那这个字 有这个因某事或某人 带来惊奇 震惊和忧伤的意思 震惊 惊奇和忧伤的意思 注意这个字里面 实际上没有惧怕的意思 如果在马可福音九章十五节 那个地方 说到众人一见耶稣 都甚希奇 跑上去问他的安中 那个地方都甚希奇 也就是都甚惊奇 那在十六章五到六节 他们 这是主复活之后 他们进了坟墓 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那边 坐在右边 穿着白袍 就甚震惊 和河本呢 又把他译作惊恐 那少年人对他们说 不要震惊 不要震惊 你们寻找那定十字架的 拿撒勒人耶稣 他已经复活了 不在这里 请看安放他的地方 如果这些经文中指震惊 惊奇震惊 那么在十四章的三十三节中 他则是指什么呢 指忧伤或极度忧伤 而不是惊恐 所以这个地方的区别 惊恐是指什么呢 惊恐是指惊慌恐惧 或震惊惧怕 它里边都有一个很清楚的意思 就是恐惧 惊慌恐惧 反义词是什么呢 就是平静 安详 镇静 和和本一座惊恐 会让人觉得 耶稣在面对十字架的时候 心中充满了惊慌与恐惧 以下几个方面决定了 和和本一座惊恐的 这个希腊文 意思绝非是指 耶稣对十字架 十字架受死了 产生了惊慌与恐惧的情绪 而是指耶稣基督的忧伤 极度的忧伤 第一点我们看 这个字呢 也就是和和本一座惊恐的 这个字 它与难过这个字连用 阿迪梦内 连用 就惊恐起来 极其难过 这是和和本的翻译 应该是极度忧伤的意思 难过这个字啊 在新约中出现三次 马太福音26章37 马可福音14章33 菲律比书2章26 都是指难过 那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字是忧伤 或者伤痛的同义词 它有加强和说明 前面被译作惊恐的 那个字的功用 正确的翻译就是忧伤了 有加强和说明 忧伤的这个功用 这是第一点啊 第二点呢 在三十四节中 主耶稣自己说 他说我心里忧伤 他没有说我心里惊恐 我心里忧伤几乎要死 那这是对三十三节中的 忧伤难过的一个最好的解释 那同样的经文呢 也出现在马太福音26章38节 那地方说到 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 甚是忧伤呢 就是 是一个形容词啊 Perry Lupas 形容词 描述基督 描述的是基督当时的 那个心灵状态 心里状态 几乎要死呢 就是指忧伤到了什么程度 到了几乎要死的程度 所以主耶稣 对自己当时的心灵状态的 那个描述啊 应该是最准确 也是最真实的 由此可知 主耶稣在科西玛尼园中的 主要的那个心灵状态啊 是极度的忧伤 而不是惊慌 你恐惧 不是惊恐 不是惊恐 那第三点呢 马太福音26章37节 相同背景下的类似经文 是怎么说的呢 耶稣 也就是 他就忧愁起来 极其难过 证明马可福音14章33节的 这个被译作惊恐的这个字啊 应该是忧愁 而不是惊恐 所以啊 马太福音26章37节 并没有减弱 马可福音14章33节的意义 因为有人 解经家呀 认为马太 一作忧愁 写作忧愁 削弱了14章 马可福音14章33节 惊恐的那个语意 实际上不是 而是解释了 所以开除我们说 这个三本福音书里边 我们应该用一种 互相互补的 互相解释的 这样的一种 圣经类比的原则来看它 所以呢 这个 而不是 这个马太福音呢 26章37节 是用这个忧愁解释了 中文和合本里边 物译作惊恐的 这个字的意义 也就是说 这两处经文呢 是作圣经类比 或是已经解经的 很好的例证 很好的例证 马太福音 解释了 宗家福音的意义 所以第四点呢 就是 马可福音的作者 在表达惧怕的时候啊 通常他是用另外一个字 他不是用这个 忧愁这个字 不是用这个字 他用的是那个 法贝尔那个字 比如在马可福音 十章32节 说到他们行路 也就是门徒行路 上耶路撒冷 耶稣在前头走 门徒就稀奇 那这个稀奇这个字啊 就是这个 一座惊恐的这个字 就是忧愁的这个字的同一字 跟从的人呢 也害怕 稀奇 惊奇 害怕 用了两个不同的字 两个不同的字 他们有惊奇 也有惧怕 那马可福音十六章的五到六节呢 几位妇女在耶稣的空坟墓里 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 穿着白袍 就甚震惊 震惊 原文使用的是 和那个忧愁啊 是同样的字啊 和和本呢 把他一座惊恐了 又一座惊恐了 天使呢 则是要他们不要震惊 不要惊奇 并说他们所寻找的耶稣 已经复活了 但是注意啊 第十六章的八节 说到他们就出来 从坟墓那里逃跑 又发抖 又惊奇 什么也不告诉人 因为他们害怕 描写妇女害怕的词 圣经用的是这个 巴贝尔的这种 未完成陈述语气的 中间态形式 也就是说 马可福音的作者 把十六章五到六节的 惊奇啊 震惊啊 与第八节的这种惧怕 他是做了区分的 两种不同的心灵状态 那第五点呢 耶稣在克西满缘中 虽然极度忧伤 但仍然处于高度警醒的状态 他的忧伤是警醒中的忧伤 这也是为什么 他要求门徒与他一同警醒 马太福音26章38节 要求门徒与我一同警醒 并劝门徒总要警醒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马可福音14章38节 从他进入到克西满园 告诉门徒要祷告 到提醒门徒要警醒祷告 他的情绪中啊 认证读那些经文啊 看不出有任何惧怕的表现 如果他自己已经陷入 惊恐的情绪中 怎么能够如此冷静地提醒门徒 要警醒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呢 他自己已经处在 惊慌惧怕的状况中 然后回过头来 要求门徒警醒祷告 这怎么可能呢 那第六点呢 耶稣的忧伤 注意这一点啊 是他的救赎性苦难的一部分 不是人性的软弱 而是一种神圣的忧伤 神性的忧伤 根据圣经我们知道啊 我们所信的神 是一位会忧伤的神啊 事实上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 都曾有过忧伤 创世纪六章六节说到 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 心中忧伤 因为人心中想的都是罪 已经堕落 而且呢 活在罪中 耶和华后悔造人在地上 心中忧伤 那这里的忧伤啊 在西伯来文里边就是 阿赛 这个字呢 在圣经里边 第一次出现 讲的就是 耶和华忧伤 以赛亚书中六十三章的十节 也说到 以色列人经悖逆 使主的圣灵担忧 这个担忧 也是 耶和华忧伤的那个 阿赛 同样一个字啊 所以新约中也警告说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 以赛作书四章三十节 好了 那第七点 耶稣的忧伤 并非自 克西玛丽园才开始的 旧约中 预言 他 常经有患 是忧伤之子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三节 马可福音呢 三章五节 曾说到 耶稣因犹太人的心 刚硬而忧伤 约翰福音中呢 主耶稣 为人那个悲惨的状况 悲叹和忧愁 约翰福音十几章的三十三节 圣经 在那地方甚至说到 耶稣哭了 不但忧伤 而且 就自己哭了 十一章三十五节 当他知道 人子得荣耀的时候 到了的时候 到了的时候 他说 我现在心里忧愁 那这里的忧愁啊 说明 他是一个完成式的 被动态度 说明主心里 一直被一个特定的时候 被这个特定的时候的 到来所角度 圣经让我们看见 是忧伤 而不是惧怕 一直伴随着耶稣基督 所以当我们说 耶稣在科西玛林园中 不是惊恐 而是忧伤的时候 那我们现在的问题是 他忧伤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 答案就在十字架上 所以我们看第三点啊 基督所说的那时候和这悲 到底是什么意思 了解了这个 我们才能够了解 为什么耶稣基督 有这么深沉的忧伤 耶稣在科西玛林园中的祷告 有两个重要的概念 那时候或者一座 这时候和这悲 需要我们仔细去思想 并且尽可能地 找出他在圣经中的意义 当主耶稣对彼得 和约翰哥和约翰说到 我心里甚是忧伤 几乎要死 你们在这里 等候警醒 之后啊 第三十五节 说到他就稍往前走 伏伏在地祷告 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 倘若可行 便叫那时候过去 那在这节经文里边呢 倘若可行 便叫那时候过去 这个不是耶稣祷告的 直接隐语 而是间接隐语 是做着对 耶稣祷告内容的 一个技术 注意啊 那这句话呢 可以做 如果可能 就叫那时候 或者这时候 从他过去 我们和和本 没有溢出这个意思 要从他过去 从他过去 或者从他 或者是离开他 和和本没有溢出这个 从他过去的意思啊 那这个用第三人称的他 就说明了 他是间接隐语 不是直接隐语 这一点呢 可看三十六节中的 求你将这杯过去 从我过去 从我撤去 那这就是直接隐语 你比较一下可以 那解经家呢 通常认为 此处的那时候 或者这时候 在希腊文那边就是 Heyora Heyora这个词啊 是指耶稣基督 被钉十字架的那时候 我个人以前 也是这么看啊 但是经过多少年的 反复思考 比较 我觉得现在 这个地方呢 那时候啊 这个解释啊 就是显然忽略了 耶稣基督传道的 耶稣基督三年半的 这个传道生涯中 有不同的时候 虽然是同一个字 但是呢 他是指不同的阶段啊 约翰福音多次说到 主耶稣的不同的时候 二章四节 耶稣说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指的是 他将要借着 汴水为酒的神迹 向世人显明 他的尼赛亚身份的时候 七章三十节 也说到 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 要捉拿 耶稣 却没有人下手 因为他的时候 还没有到 那这个时候呢 指的就是 耶稣被捕的时候 他的时候还没有到 他被捕的时候还没有到 十二章二十三节 耶稣说 人子得荣耀的时候 已经到了 那这里的到了 是完成式啊 是完成式 指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 上十字架之前的 这一段时间 已经到了 十七章一节 说到这个父啊 时候到了 那 那个里边的到了 也是完成式 时间上呢 也早于耶稣基督 被钉十字架的 那时候 所以这个 不同的 这时候 或者那时候啊 另外呢 耶稣再来的时候 也被称作 那时候 圣经 赫赫文 译作 那时辰 那时辰 马太福音 二十五章十三节 马可福音 十三章 二十三十二节 人子被卖在 人手里的事件 也是被安排在 一定的 时候 马太福音 二十六章 四十五节 也是用到了 这个字 Hehora 所以呢 主耶稣的 不同的时候啊 叫我们看见 神借着 他儿子实行的 伟大救恩 是有计划 有节奏的 是由不同的 时候 衔接在一起的 最后呢 才是那个 荣耀的 十字架的 那时候 所以马可福音 十四章 三十五节的 那时候啊 应该被 译作 这时候 指的是 耶稣基督 心里 甚是 忧伤 几乎要死的 这时候 也就是 科西马尼园里的 这时候 主在父面前 所求的呢 是要 这个时候 从他 过去 也就是 离开他 过去 换句话说 就是使他 不再 停留在 心里 甚是 忧伤 几乎要死的 这时候 神 他没有 主耶稣 没有求父 取消 这时候 注意 没有取消 他正 出在 这时候 里面 就是 出在 这个 时间 段 里面 他 已经是 在 心里 甚是 忧伤 几乎 要死的 这个 心灵 状态中 他求父神 让 承载着 忧伤 状态的 这时候 快点 从他 过去 主不 希望 忧伤的 心灵状态 一直 持续到 他 上十字架 如果 马可福音 十四章 三十五节 下半节 是 记述了 耶稣 坚决 记述了 耶稣基督的 祷告内容 那么 三十六节 就是 直接 引述了 主的 祷告了 间接 直接 注意这个 区别 他说 父啊 阿爸 父啊 在你凡事都能 求你将 这杯 撤去 然而 不要从 我的意思 只要从 你的意思 马可福音 十四章 三十六节 是 科西马尼园中 基督 祷告的 顶峰 那这个 祷告中呢 耶稣用 阿爸 父啊 阿爸 和 帕特 那这个 人性 成位 来表达 圣子 与圣父 之间的 神性 关系 这也是 新约圣经中 唯一一次 耶稣 如此 称呼 父神 其中 也包含了 父与子 那种 无与 伦比的 神情 以及 子对父 所求之事的 那个 那个 淫切之情 注意这个地方 说的 在你 凡事 都能 这是 子对父 无所不能的 属性的 一个宣告 一个 任性 也是 求你 将这杯 撤去的 基础 因为 父 凡事 都能 所以 耶稣 如此 祈求 因为 父 凡事 都能 耶稣 知道 神 有能力 将这杯 撤去 因为在 你凡事 都能 这是 他 知道的 但是 他也 知道什么 神 同样 有能力 照着 自己的 旨意 不 撤去 这杯 神 能 神 可以 不这样 做 因为 父 不会在 他的 旨意之外 彰显 他的能力 神 所有的 能力 的 彰显 都是在 他的 旨意 里 彰显 所以 耶稣 祈求 道 然而 不要 从 我的 意思 只要 从 你的 意思 这句话 并非是说 子 有子的 意思 父 有 父 的 意思 子 和 父的 意思 不一致 这句话 不是这个 意思 这句话 要传递的 意思 是什么 是子对父 旨意的 绝对 顺服 在西伯来书中 五章 八节 提到了 基督 对 借着 受苦 学了 顺从 那地方说到 基督 在肉身的时候 即大声 哀哭 流泪 祷告 恳求 那能救 他 免死 的 主 就 因 他的 虔诚 蒙了 英云 这是 西伯来书 五章 七节 的话 这里的 大声 哀哭 流泪 祷告 正是对 基督在 科西 马尼园 祷告 情景的 一种 补充描写 虽然 科西 马尼园里 没有让我们 看见 主流泪 祷告 但是 西伯来书 补充描写了 这个场景 其中呢 恳求 那能救 他 免死 的主 意思是 主耶稣 所恳求 的 父神 是一位 有能力 救他 免死 的神 恳求 那能 救他 免死 就是 他求告 的神 是有能力 救他 免死 但是主 并不是在 求父神 免去 他在 十字架上 的死 注意这个区别 如果主所求的 是免去 他在 十字架上 的 受死 那么 接下来 蒙了 英云 就 无法 解释了 因为 对免死 只恳求的 英云 只能是 免去 死亡 也就是 撤销 耶稣 耶稣的 十字架 耶稣基督的 十字架 果真 如此的话 神的救恩 计划 就彻底 落空了 事实上 神并没有 免去 基督的 十字架 受死 受死 只是 应许 不将他的 灵魂 撇在 阴间 也是 十篇 十六篇 十节 十度行传 二章 二十七节 的话 叫他 从死里 复活 升天 回到自己的 右边 在这个过程中 基督 虽然 为儿子 还是 因所受的 苦 十字架 的 受死 是他的 这个 苦难的 核心 内容 学了 顺措 既然 基督 对父的 旨意 是一种 绝对 顺服的 态度 为什么 他要 祈求 将这 杯 撤去 这杯 是指什么 如果 第三十四节 中的 这时候 指的是 耶稣基督 心里 甚至 忧伤 几乎 要死 的 那个时候 那么 三十六节 中的 这杯 则是指 他 极度 忧伤 的 原因 在耶稣 基督 求你 将这杯 撤去 的 祈求 中 杯 这个 是一个 直接授割 名词 在原文中 得到了 强调 前边 加了 定冠词 后边 还有一个 指示带词 如果 执意过来 就是 求你 把这杯 就是 这一个 从我 挪去 如果用 英文 表达 就是 Please Remove This very car from me 有一个 强调 马太福音 26章39节 表达了 同样的意思 但用的动词呢 就是一个 其实语气的动词 叫这杯 离开 离开 而不是 马太福音中的 过去 撤去 撤去 路加福音 22章42节 使用了 与马可福音 相同的动词 父啊 你若愿意 把这杯 从我 撤去 从我 撤去 所以有一个 从我 撤去 同样呢 主耶稣 祈求的 求你将 这杯 撤去 也不是 求 撤去 他的十字架 这是一个 关键啊 很多人 理解做 撤去 就是 把十字架 撤销 那这个 就成了 一个很荒唐的 表达了 因为他 知道 十字架 是他的 必须 马可福音 八章 三十一节 马太福音 十六章 二十一节 那他必须 上耶路撒冷去 那些经文告诉我们 他必须 上耶路撒冷去 必须受 长老 祭司长 闻死许多的 必须被杀 必须复活 那个必须 是神永恒 旨意中的必须 不可改变的 所以他所求的呢 是不要叫他 留在被复 离弃的状况中 注意这一点 他在十字架上 所呼喊的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 正是 那个呼喊呢 说出了他 极度忧伤的原因 我在生命纪刊第一期 写过一篇文章 叫做 《论神圣的离弃》 在那里边呢 我说到 这一不得不发生的 神圣离弃 也就是父 最自的离弃 成了神 也就是 也包括基督 心中忧伤的根源 因为在三一神 内部的和谐关系里边呢 一种离弃 被离弃的关系 涌现出来 那这一关系 之所以成为神 和基督忧伤的根源 是由于那不该被离弃者 以及神子耶稣 必须处在 应该被离弃者 也就是我们这些人 人类的位置上 来承受神公义的愤怒 耶稣被离弃 是一个比宇宙 炸裂万次还要重大的神圣事件 在耶稣为此而有的忧伤主 所有的人都当静默 想想看 如果基督背负着 使人的罪孽 而没有被神离弃 我们的神 怎么可能是一位 圣洁公义的神 如果绝对无罪的基督 在十字架上被神离弃 哪怕只是片刻 而永恒中与圣父同在的圣子 却没有忧伤 岂不是更加不可思议吗 那神有没有吹听和成全 基督在克西玛尼园中的祷告呢 毫无疑问 神吹听并成全了 他儿子的祷告 当基督顺服以至于死 且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这杯就从他撤去了 好了 我们看第四点 让我们来走进 我们的克西玛尼园 也就是看 耶稣基督的克西玛尼园 与我们每一个属主的人 是什么关系 虽然我们可以探寻 基督忧伤的原因 实际上 我们并不了解 基督忧伤的深度 如果基督的爱 进入基督的克西玛尼园 在主的忧伤 也是在主的顺服力 经历一次真实的生命的洗礼 这不影响 我们经历这样的一次洗礼 主耶稣的克西玛尼园 对我们这些基督的门徒来说 可以从是与不是 两个方面来思想 先说不是啊 第一点 克西玛尼园 不是主耶稣表现自己软弱 与失败的地方 他虽然有身体的软弱 体力不支啊 以至于需要天使从天上显现 加天 他身体的力量啊 因他伤痛中肯切祷告 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 这路加福音22章44节描述的啊 但是耶稣没有人性上的软弱 没有道德上的决见 因此 克西玛尼园不是基督徒 为自己的软弱和失败 找借口的地方 常有人为自己的软弱和失败 辩白 辩白道 而基督在克西玛尼园中 也有软弱 有挣扎 有惧怕 那我们在信仰上与生活上的软弱 失败 挣扎 就算不得什么 这是错误的解经和错误的基督论 所导致的错误的基督徒信仰与人生态度 那第二点 第二个不是啊 克西玛尼园不是我们发挥想象力的地方 福音书中的克西玛尼园经文 必须放在不同层面的上下文 直接和间接的上下文 整卷书甚至是整本圣经的上下文中来理解 必须用正确的事情原则来做合理的解释 离开对的原则 想象力啊 我们的想象力啊 就会像河水溢出河床那样 导致试经学上的灾难 基督的克西玛尼园 拒绝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胆大妄为 近代以来啊 人本主义的思潮涌入教会 以至于教会中的人呢 也开始用所谓的心理分析来分析圣经人物 比如一些人呢 就把以西节看作是心理失常 精神分裂 癫痫症 紧张症 精神病和偏知狂 华人教会 遗憾的是华人教会的某些神学员 和从事心理学的人 也不落后啊 他们不但把一般的圣经人物当作是心理分析的对象 连耶稣基督他们也不放过 而被他们盯得最紧的就是克西玛尼园的基督 但愿这些人在克西玛尼园中遇到基督的忧伤 但却遇到基督忧伤 但却是纯净而坚定的目光时 便心生敬畏 敬墨不言 也就是说不要再胡说八道了 好了我们再说是 刚才说了不是 现在再说是 第一点 克西玛尼园是认识神公义之属性和他执意的地方 在克西玛尼园中 无罪的基督是神的爱子 也是背负使人罪孽的羔羊 于是神对他儿子的爱和对罪的愤怒 连接成一根公义之杖 击打在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 以至于基督身心里甚是忧伤 几乎要死 但基督之忧伤的身处 却闪耀着顺服的光辉 以至于他说 愿你的旨意成全 第二点 克西玛尼园 克西玛尼园是认识基督 顺服之性情的地方 福音书中的克西玛尼园经文中 虽然没有出现顺服这个字眼 但却叫我们看见了 对父的旨意绝对顺服的基督 这一切是保罗基督诵歌的基础 我们读菲律比书二章六到八节 我们看到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须己 取了奴仆的形象 称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世之下上 克西玛尼园 是我们学习奋服的地方 第三点 克西玛尼园是我们操练 与主一同警醒 恒切祷告的地方 我们常常心灵愿意 肉体软弱 但在那里 我们会听到主的提醒 如果当日门徒是因性侵软弱 而忧愁昏睡 我们今天这些活在基督复活中的人 再如此昏睡 那实在是没有理由了 请注意啊 基督的克西玛尼园 也是圣灵引导着我们 寻找得胜之秘诀的地方 那第四点 克西玛尼园是忧伤的心灵 得医治的地方 刚才我们说过像基督的爱一样 他的忧伤也是深不可测 基督的忧伤可以从救恩层面来认识 也可以从医治的层面来应用 也就是说 作为主的门徒 当我们把个人的痛苦与悲伤 浸泡在主耶稣最神圣 最深沉 最具有救赎性和医治之能的忧伤里 我们就会得到最深 最有效 最持久的医治与安慰 如果从宝座流出的生命水的和两边的生命树上的叶子 可以医治万民 这是启示录二十二章一到二节的话 那么 克西玛尼园里基督的那圣洁的忧伤 也可以医治我们的忧伤 耶稣基督的忧伤与痛苦 都是他救赎性苦难的组织部分 都是十字架的内容 靠着十字架 我们可以拥有承受苦难的能力 同样在基督的忧伤里 我们的忧伤也可以被医治 我自己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 有时候在很深的忧伤中 忧伤中彻夜难眠 一般性的祷告 好像都难以平复心中的伤痛 那这个时候呢 神的灵靠着他的怜悯 神的灵就引导我们来到基督的克西玛尼 圣灵就把我的痛苦浸泡在 也就是好像是我们个人的痛苦淹没在 主耶稣我心里忧伤几乎要死的那种忧伤中 慢慢的个人的忧愁啊 被减缓 被溶解 被吸收 带至于圣灵的那种宁静 平安 与喜乐 好了 我们已经 照着经文 照着经文的上下文 分析了 克西玛尼园基督的这个真貌 但愿 克西玛尼园的基督 这位救赎我们脱离罪与死亡 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戴罪而死的基督 从私利复活 今天成为我们个人生命的救主 个人生命的主宰 随时以他的爱 以他的能力 以他的智慧 特别是以他的道 至圣的真道 引导着我们过一个喜乐得胜的生活 最后呢 我们以这个圣诗 领我到独楼地 首诗的副歌 做我们的祷告 这个副歌说道 使我莫忘克西玛尼 莫忘我主痛苦受死 莫忘我主仁爱慈悲 领我到独楼地 亲爱的主 但愿你照着你自己的应许 教我们在你的死里边 与你同死 在你的复活里 与你同活 靠着你自己的得胜 我们来过得胜的生活 好让我们在一举一动上 都有新神的样式 来荣耀主 荣耀三一真神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祈祷 阿们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